本地學府全面啟用 新的新加坡學生學習平台 讓學生進入數碼空間 來採用科技學習 教育部長王尹康說 這個平台將大部分的課程 都編成在其中 讓不同學校的學生 能夠統一使用 不會出現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府連中學的學生 利用3D模型和虛擬實境 製作出了英國文學教材中 描繪的《喬夫的家》 學校在文學和美術課中 使用這些科技 讓學生感受到 藝術形式的空間感 教育部長王尹康 在推薦儀式後說 科技發達顛覆了國人的生活 但他覺得整個教育制度 不會被完全顛覆掉 將來會不會有一個世界 說學生不需要上學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因為上學還是需要灌輸價值觀 還是要跟 還是去交朋友 還是要學會團體精神 這些在家裡 坐在電腦面前是學不到的 他也指出平台的另外兩個特點 是具有彈性 學生何時何地都能夠登陸學習 加強自己較弱的領域 今年的科技教學 與學習國際會議 著重討論如何運用科技 培育下一代 為未來做好準備